- 影片開始之前請幫我訂閱開啟小鈴鐺喔,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喔! - 想看我這次東京自由行完整形成的文字檔跟店家資訊,可以看資訊欄的連結喔! - 哈囉大家好,我是雙上旭,歡迎回到我的頻道,東京散策的第二天,我們要去池袋,好好的吃吃喝喝逛一整天 - 在去池袋之前,我們先經過JR的秋葉原站,來去體驗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- 我們就搭三首線到秋葉原站,往五號月台的方向 - 走上來,回轉之後就會看到這家助力在月台的牛奶店啦 - 沒錯,一大早的肯定是要先喝個日本的牛奶,再開始旅程吧 - 這家牛奶專賣店,它有賣日本各地不同種的牛奶,選擇真的有夠多 - 雖然它都是寫日文啦,但我覺得牛奶喝起來應該也不會差太多 - 我是覺得可以用自己喜歡的瓶子來選擇 - 選好之後,老闆娘就會幫你把牛奶打開,就可以站在月台邊享用牛奶啦 - 是不是一個很酷的體驗 - 如果我是日本的上班族,我一定會每天想要來一瓶,當作一整天開始的一個儀式感 - 除了原味牛奶,我們也點了他們人氣推薦的第一名橘子果汁牛奶 - 喝起來就是調味乳啦,不會太難喝 - 要記得喔,喝完的時候瓶子是不能帶走的 - 記得要歸還給店家喔 - 好的,抵達池袋啦 - 從東口出來往Sunshine City的方向,就會來到這條很熱鬧的街道啦 - 在開始逛之前,我們要先來吃一間我心中日本No.1的拉麵 - 沒錯,就是這家麵醋花甜本店 - 我們那天已經提早15分鐘來囉 - 就已經這麼多人在排隊,而且全部都是日本人 - 他們家主打的就是濃郁的味噌拉麵 - 有原味跟辣味,也有沾麵的選擇 - 進店之前需要先用餐券機點餐付款 - 這家所有的品項我都吃過一輪,我真心最推的就是味噌叉燒糖心蛋拉麵 - 而且一定要搭配一瓶啤酒喔 - 店內的位置不多,都是這種吧台的位置 - 就是很有日式的風景 - 我心心念念的拉麵終於送來了 - 一送來那個濃郁的味噌的味道直接撲鼻而來 - 首先會先看到有糖心蛋跟叉燒 - 把叉燒翻開來就是他們最大的特色 - 就是巨量的豆芽菜 - 這個豆芽菜都是老闆一批一批現炒的喔 - 是吃得到那種鍋香氣的味道 - 再搭配他們很Q彈的麵條一起吃,真的是100分 - 重點是我最喜歡的是他們家濃郁到不行的味噌湯頭 - 真的是超濃超濃的味噌 - 很重口味的,我超級超級喜歡 - 不異陽點的是辣味噌的版本 - 基本上它的用料都是一樣的,只是湯底不同 - 它的辣味噌算是小辣的程度 - 會冒汗的那一種辣 - 但是它多了辣的口味,我是覺得多一點層次啦 - 喜歡吃辣的是可以點這一款 - 剛剛沒有介紹到那個叉燒也是很好吃 - 它是有厚度的,然後肉也很嫩,又超級大片 - 真的是這一碗下去超級滿足 - 另外他們家的啤酒也很特別 - 是這種很復古系的Sapporo - 是一瓶的 - 雖然說現在是早上 - 但你知道吃這種濃郁系的拉麵 - 一定要配上一瓶啤酒啊 - 真的會超爽 - 如果之前說真的是第一款 - 沒有汁 - 一定要來吃,真的超好吃 - 第二回合進去吃 - 吃完出來還是拍這麼多人 - 生意真的非常好,一定要來吃 - 吃飽之後我們就繼續往下走 - 前往Sunshine City - 最好找的出入口就是先找到這個很大家的宜德利 - 其實旁邊就會看到很大的指標了 - 從旁邊搭乘手扶梯往下 - 再經過這個長廊就可以到達囉 - 其實跟著人流走就對了 - 首先當然要先來逛一下Disney Store囉 - 這很可愛欸 - 欸他是最熱銷的喔 - 人氣商品 - 你看他連籃子都那麼可愛 - 之前都沒有注意看過 - 欸真的耶 - 購物籃 - 米奇 - 店內購物籃也那麼可愛 - 這裡還有賣這種公主系列的書包欸 - 看他身邊是貝殼 - 我有看錯嗎 - 想要當公主的女生會想要的單品 - 然後這個貝殼包也是很誇張欸 - 這是一個貝殼手打包的概念 - 這個杯子好可愛喔 - 它維尼是在中間欸 - 超可愛它有很多種 - 喔杯麵的就透明的 - 再來是我們在IG上面有看到Disney Store - 它有一個挑戰 - 據說可以跟店員猜拳 - 拿到小禮物 - 其實就是找到店員 - 然後你就跟他說 - 我想要玩遊戲就可以 - 然後店員就會先跟你說規則是什麼 - 然後會跟你說 - 啊我是Mickey Mouse - 所以我只會出什麼東西 - 給他用Disney Junction - OK - OK - OK - 反正互動完就會拿到這個小卡片 - 其實是真的很可愛啦 - 我是覺得大家可以勇敢一點跟店員互動一下喔 - 在Sunshine City這邊也有一大區都是賣各種玩具的店 - 像是LaLa熊啊 - 旁邊的Kiddy Lane也是賣超多不同的玩具 - 喜歡Snooby的這邊也有一大家 - 裡面的商品也是很豐富 - 我比較想要特別介紹的就是蠟筆小新的 - 這家除了有賣不少的商品之外 - 重點就是它裡面有很多還原電影裡面的大型公仔 - 真的都是超級逼真的 - 真的很可愛 - 跟我們一樣喜歡小新的 - 千萬不要錯過 - 一定要在這邊拍拍照喔 - 這裡也有超大家的Pokemon Store - 人超級多 - 但這裡不太需要排隊啦 - 逛到一半突然發現一樓的舞台居然有柯南 - 應該是有柯南的電影舉辦的快閃活動 - 在Sunshine City這邊其實會有很強這種快閃活動 -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有沒有剛好可以搭的到的 - 在Sunshine City的三樓有一間超級大間的扭蛋店 - 這家我們去年來的時候就有逛過 - 規模真的很大很驚人 - 裡面的扭蛋其實真的是超級滿 - 種類也是超級多元的 - 走到底的這個通道 - 過去還有一整區都是扭蛋 - 這一家是真的很厲害 - 跟我們一樣喜歡扭一些小垃圾的朋友 - 這家真的不要錯過 - Sunshine City除了逛街之外 - 這邊還有水族館 - 轉望台 - 很適合親子來這邊逛逛玩樂一下 - 也蠻適合如果說遇到下雨 - 可以當作室內行程的備案喔 - 逛完Sunshine City我們又走回到 - 我們上午吃拉麵的地方 - 我要來探索一間很特別的咖啡廳 - 在門口就會看到有一個木座的美人魚 - 沒錯 就是美人魚咖啡廳 - 他們家主要是賣手沖咖啡 - 咖啡豆都是老闆特別挑選過的 - 可以選擇喜歡果香味重的 - 或是苦味比較重的 - 那天因為內用都客滿 - 我們就用外帶的 - 我們就點了一杯帶果香味的黑咖啡 - 喝起來酸味真的是挺高的 - 雖然是很有風味的咖啡 - 重點是這個杯子真的太可愛了 -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要點這個冰淇淋 - 是不是很可愛 - 很像美人魚躲到冰淇淋裡面 - 他們的冰淇淋是咖啡香蕉口味 - 咖啡的味道很重 - 吃進去之後香蕉的味道才會跑出來 - 質地我覺得比較像是冰沙的感覺 - 蠻好吃的 - 然後準備要吃餅乾的時候 - 莫伊朗就把尾巴弄斷了 - 太脆弱了吧這個餅乾 - 不過這個餅乾是很單純的奶油餅乾 - 搭配冰淇淋一起吃也很不錯 - 這個冰淇淋真的很適合當成一個下午茶的行程 - 很讚 - 後來繼續逛逛啊 - 突然發現下午時間時代人變好多喔 - 走在路上才突然有一種覺得 - 原來是黃金粥的感覺 - 人真的很多 - 緊接著我們來到池袋東五百貨的六樓 - 來逛這家大創的旗艦店 - 為什麼說它是旗艦店 - 因為在這裡除了有超大一區的大創之外 - 連它旗下的Standard Product跟3P都有 - 一種一起逛到寶的概念 - 地上也都會有貼它們的平面圖 - 真的是超大一層 - 真的是逛好逛滿 - 首先先來逛Standard Product - 它們的風格是走一種比大創再有質感 - 然後會有一點像無印良品平替版的 - 然後很多人會來買Standard Product - 寵物相關的東西 - 這邊也非常非常多 -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 - 就是Standard Product的 - 鍋碗瓢盆類的東西 - 就是用色也都很簡單很簡約 - 我對這都很好看 - 然後價格也不會很貴 - 你看像這一種碗 - 雖然這個可能就是那種喝湯的碗 - 就是也都做得非常的有質感 - 然後我覺得它們家的這種座墊系列 - 也是很簡約很好看 - 就是如果你家裡是一個很漂亮的客廳 - 你就很需要買一些這種來去搭配點綴一下 - 再來隔壁的3P - 走的是路線是比較熟女少女風一點 - 東西也會比較精緻一些 - 像他們家的鍋碗瓢盆就會走比較花俏一點 - 其實就比較不是走這種簡約系列的 - 看像這個碗 - 它裡面是還有這種花 - 有雕花 - 其實也很漂亮 - 風格不同啦 - 然後像這種收納櫃 - 就是它也要做這種蕾絲花在上面 - 就是比較華麗一點的感覺 - 再來旁邊就是超大一區的大創啦 - 大創我就不多介紹了 - 真的是東西有夠多 - 絕對是我們來日本必逛的商店之一 - 然後像這邊大創的話 - 居然也有這種小新系列 - 但這都是一些袋子啦 - 但是就是不知道要幹嘛的袋子 - 但其實都蠻可愛的 - 然後零食也是很多人來大創會來買 - 因為其實真的蠻便宜的 - 種類也蠻多的 - 然後我們這邊有看到這個大創的薯條系列 - 然後總共有好多種口味喔 - 這個我們有來買一下喔 - 之後會開箱給大家看看 - 然後這裡我覺得 - 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- 它還有類似像我們台灣干嘛醬的這種 - 一小包一小包的糖果 - 然後真的看到那種日劇啊 - 或者是動畫啊 - 就會發現他們真的很愛去抓蟲 - 他們還有賣這種伸縮用的捕蟲網 - 真的太可愛了 - 然後日本的大創居然有在賣這個 - 就是保麗龍的夾頭 - 這是給人家做美術用品用的 - 但我每次經過的時候看到都會被嚇到 - 這裡有一整區的米奇的系列 - 很可愛耶 - 看看這個購物袋 - 超可愛的 - 逛完出來就天黑啦 - 我們也餓了 - 決定先來吃點東西 - 我們要來吃一間很厲害的 - 伊茲蒙鰻魚飯 - 這家其實是居酒屋 - 但是他們主打有鰻魚飯的料理 - 一走進店裡就可以聞到很濃的炭烤味 - 當然我們就是衝著左邊的這個蠻魚丼而來的啦 - 是不是看起來很華麗 - 當然他們這邊還有其他種蠻魚的料理 - 選擇算蠻多的 - 另外像是各種蠻串、烤串 - 也都有很多選擇 - 畢竟他們還是居酒屋啦 - 這種下酒的料理肯定也是必備的 - 然後他們的點餐方式也是用QR Code - 是有中文的,所以點餐不用太擔心 - 馬上就先把蠻魚丼點起來 - 點餐的時候還要選擇飯量 - 飯量從100克的飯到750克的飯都有 - 不用另外再加價 - 我們這次就先點個中等的500克就好 - 入座後店員就會先來跟你說明消費方式 - 這裡的低消是每個人一定要點一份小菜跟一杯飲品 - 小菜的話我們就點了豆腐跟煙生章魚 - 小菜就是正常啦 - 煙生章魚會有一種突然想說 - 欸我是來吃韓式料理的感覺嗎 - 再來有一個很有趣的是他們的快套 - 是會有一個小巧思的 - 居然是謙詩 - 打開來看一下你今天的運勢是莫及 - 會不會大家都是這樣啦 -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是蠻有趣的啦 - 我們的500克飯的蠻魚丼送來啦 - 是不是很誇張 - 看看這個蠻魚跟厚蛋還有這個飯會不會太多啊 - 真的是很誇張欸 - 後來我們發現我們的還好 - 旁邊有一個大叔他點了750克的版本 - 我們看到那個飯量我們真的是下風了 - 首先他們的蠻魚本身是油脂比較高的 - 入口就是很滑順會馬上不見的感覺 - 但是他們的烤醬感覺是真的加很多 - 整個是比較鹹口的 - 厚蛋本身味道就是正常 - 就是淡的味道 - 淡淡的甜味 - 但因為它真的很厚實 - 吃起來的口感真的很好 - 飯的話一開始我以為它會是很有味道的飯 - 畢竟那個米粒顏色超深 - 結果飯完全沒有味道 - 但是你把鰻魚跟蛋跟飯三個加在一起吃 - 口味真的剛剛好 - 黃金比例沒話說 - 我們還有點了烤鰻魚串 - 這個烤鰻魚串雖然小小一串 - 但是店家沒有小氣 - 那個鰻魚是有厚度的 - 感覺也是烤得很有味道的感覺 - 他們家比較特別的是旁邊是有給生蛋黃 - 沒錯 就是要沾這個蛋黃一起吃 - 我跟你說真的很好吃 - 生蛋黃讓鰻魚又多了一個很絲滑的感覺 - 蛋跟鰻魚的味道又搭配得很好 - 這個真的吃了會很幸福 - 我覺得它的鰻魚的鹹度 - 搭配它的蛋跟飯一起搭配我吃 - 我覺得是蠻好吃的 - 但是這飯量真的大得多了 - 我們點五百克 - 我們兩個人吃我們都覺得蠻多的 - 我們旁邊還有人一個人點七百 - 七百五十克 - 七百五十克 - 那個飯照泡多 - 我看他現在還在吃喔 - 很可怕 - 但其實就是整體來講 - 它真的是偏鹹 - 對 因為它鰻魚粉那個醬 - 是比較鹹的 - 對 又跟它的窗戶一樣 - 因為可能是居酒 - 我覺得很瘦下酒 - 然後我覺得也很適合 - 比如說在池袋那邊逛內 - 進來喝一杯吃個東西 - 真的算滿不錯 - 滿享受的吧 - 後來我們繼續在池袋逛了一下 - 突然覺得好像還可以再吃點什麼 - 我們就來池袋西口的 - 這家連鎖的新時代 - 這家最有名的就是 - 它是一串五十日圓的雞皮 - 是不是也很誇張 - 不過他每一個人只能點三串 - 其他有很多料理 - 我覺得他們的菜單真的很浮誇 - 每一個東西看起來都好像很好吃的感覺 - 首先我們就衝著這個炸雞皮而來的 - 我看幾乎每一桌都有點 - 看上去是挺不錯的感覺 - 好像很酥脆耶 - 滿酥的 - 它中間偏沒有炸到的地方偏肥 - 但是它的醬料比較少 - 所以算清爽不會到太鹹 - 不會很油膩就對了 - 對 - 我們還點了他們人氣第一名的產品 - 什麼超彈力超稀有生肌肉 - 它菜單上面沒有寫 - 是我後來查的 - 送來的時候我面有男色 - 因為它看起來就是一個黑黑的肉 - 看上去就是有點沒熟沒熟的樣子 - 很難想像這個是人氣第一名的產品 - 怎麼麵有男色 - 不好吃嗎 - 很倫欸 - 很倫欸 - 很倫 -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部位 - 它不是雞肉 - 這個我們真的充滿了疑惑 - 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 - 然後吃得非常的咬斷 - 只是很倫很倫很倫的那種 - 真的不推薦 - 而且雖然說它是人氣No.1 - 但真的不推薦點這個 - 真的沒有很好吃 - 我們有點吃不懂 - 對 吃不懂 - 另外他們家的啤酒 - 除了有正常尺寸還可以加大 - 看上去真的有夠滿足 - 我覺得這家就是很適合來吃一下雞皮 - 然後點一些其他的肉串來吃 - 然後喝杯啤酒結束這一天 - 真的是完美的ending - 基本上我覺得池袋周邊真的很好逛 - 想像得到的品牌這邊都有 - 也有百貨可以逛 - 吃的選擇也是很多 - 逛累了就吃點東西 - 吃飽了就再繼續逛 - 真的很適合安排一整天在池袋 - 晚上回家前再喝點小酒 - 坐三手線回飯店超讚 - 好啦這集就到這邊 - 下一集我會持續漫遊東京新樹澀谷 - 繼續挖掘很厲害的美食 - 所以請繼續鎖定我的頻道喔 -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-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分享 - 按讚並且開啟小鈴鐺 - 為我持續分享國內外好玩好拍的景點 - 以及好吃的美食喔 - 也可以追蹤我的IG - 看更多美食魚流的分享 - 我們下集見 - 掰掰 - 待會 - 至於 - 我還不懂的 - 至於 - apoyo - homepage - 佑 - 前 - 看 GOO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